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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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各位城寨的朋友 先打個招呼 歡迎大家收看今晚7月15日星期六 收聽或在YouTube上收睇我們的 全新城寨節目《媽寶遊世界》 現在是晚上7時多 可能大家剛剛吃完飯想放鬆一下 發覺原來我們有一個全新節目 也看到我有全新的拍檔 終於不是我左手邊的劉世良 老市場出現的劉世良 終於比較廣州studio 找了一個新拍檔 就是Stella 大家好 我是Stella 不如你先介紹自己 我是Stella 一個90後的女生 我很喜歡去旅行 去不同地方玩 喜歡跟朋友或家人去 也會喜歡自己去旅行 心度有一點 喜歡慢慢玩 慢慢享受 潛入那個地方 我們也享受自由行 首先我們怎樣共通 我們倆都是讀新聞系 沒錯 師姐 我們也是新聞人 所以大家溝通時更加暢快 Stella也說了 她也是享受自由行 可能在城寨認識我 通常大家聽我說時事 旅遊比較少說 其實我也很喜歡旅行的blocker 還有愛自由行到處玩的人 城寨一向被人感覺 通常都是說時事 歷史 或者一些意識的政題 譬如我們經常說的 奪命鬧鬧 離得動政交所 或者政治咖哩飯 都是一些比較厚重的節目 所以在未認識你之前 我都覺得你是偏向這一面 但原來不小心發掘了你另一面 原來也有輕鬆把愛玩一面 反而我們城寨好像也有兩年多時間 比較少一些深度的旅遊分享節目 之前跟十二人聊天 會不會七月開始 暑假 好像很多人家長 又想想同小朋友去哪裡玩 學生歌 又放假 七月會不會去哪裏 拿大家去開心 最好就是七月這段時間 不如我們開一個 全新深度的旅遊節目 就叫做馬寶遊世界 剛才說過 旅遊除了吃喝玩樂之外 原來還有很多東西值得去發掘 沒錯 其實除了吃喝玩樂 你知道現在很多網上的媒體也好 雜誌、報紙也好 其實都會專注於吃喝玩樂 有什麼新景點、有什麼好東西 有什麼隱世、秘境 通常一聽到這些 就會很多人追著 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文化歷史 其實都很值得我們去看 因為始終不同的地方 兩對的文化歷史不同 你經常留在香港 只要吃別人的東西 玩了別人的景點 可否用深入一點去試玩 我覺得這跟你比較相似 就是我們喜歡玩得進去 去了解背後的故事 我們比較喜歡鑽孔鑽 跟我們做新聞記者 喜歡性的 即是八八掛掛 骨子類 骨子類 每樣東西吃的東西都問 那樣東西是什麼 怎麼做的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做記者流的血 回頭 節目剛才說的 馬寶遊世界 之前我跟細良說 你這個節目 整個爆點名字 難道我狂玩狂俗狂遊 那些名字我們不會用的 不是我們的風格 我們用一些比較年輕 比較好玩的名字 就叫做馬寶遊世界 那些人說 什麼馬寶 遊戲機的馬寶 不如我們讓Stella解釋 為什麼我們叫馬寶遊世界 其實馬寶 那時候朋友都問我 而是馬寶 因為我們的名字 剛巧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發現你叫什麼名字 現在很少人問中文名字 一問中文名 其實你叫什麼名字 原來是德寶和寶寧 有什麼共通點呢 都是有個寶字 寶字 用寶寶也很奇怪 我們不如特別一點 就用馬寶 馬寶 還有Stella是姓楊的 即是楊寶寧 如果大家有些記性 就記得 若干年前 香港小姐一位 很漂亮的女孩子 楊寶寧小姐 就是Miss Hong Kong 跟你討名同性 所以我們都叫馬寶 英文我們用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叫Travel with Doubles 變成一個大家容易記 一想起這個名字 就想起我們兩個很喜歡旅行的馬寶 沒錯 剛才也說過 我們的節目不是主打狂食狂購物 而是希望分享一些深度旅遊 其實我們有時發覺 我們旅行的時候 缺乏了對文化歷史上的了解 我們希望第一集 帶大家去一個 可能平時我們經常說 香港人一個假期五六天 通常我們會選擇去哪裡 當然會選台灣 台灣嗎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台灣 台灣真的不錯 機票又便宜 吃東西又提供我們廣東人 但我們會不會去都只是認識台北 我們都看到很漂亮的台北照 通常大家去台北 有什麼特別的景觀 想想去台北 大家去台北101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除了台北還有台中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人去的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轉一轉 我們看到台中 這個就是高美濕地 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自己也很喜歡 你見到夕陽手 雙雙情侶 應該是一個風車的地方 而且拍了剪影 加上倒影真的很漂亮 好像幅畫 台中之後 香港人多去的地方 一定是高雄 這個就是美麗島站 這個就是曾經被Lonely Planet說的 全球十大最美的地貼 室圍設計 除了俄羅斯之外 原來台灣在高雄 有一個叫美麗島的捷運站 這個我自己去完 我自己也很喜歡 會站著拍照 拍照很久都覺得很漂亮 你見到天花上面 好像馬彩黑不同顏色 是做了很美的圖案 好像變成一個去美術館的感覺 高雄也是一個香港人經常去的地方 或者現在暑假7月最喜歡去什麼 游泳 游泳會想到哪裡去台灣 一定是墾丁 墾丁 我們畫面轉一轉 我真的有想換件 看見就想去 那我未必是穿比堅尼的 我想想會不會想 我的靈魂飄了去 看到這麼美的墾丁 游泳有沖浪也可以 很多水上活動 香港人很喜歡暑假 有一群朋友坐飛機過去 坐火車再轉車過去 這個墾丁 但除了墾丁之外 還有一些美食 剛才有提到 台北通常人們晚上去哪裡 一定去夜市 台北的夜市特別多 我們先轉一張照片 通常我們在台北就是 士林夜市 這個最有名 基本上每個遊客都會去 就算我第一次去台灣的時候 去台北我也有去到士林夜市 我還記得士林夜市好像去台灣 人們說你去哪裡夜市 好像十個九個 如果你不去士林夜市 就不會去過台北一樣 沒錯 士林夜市裡面有很大的豬扒 還有棺材板 臭豆腐 什麼美食都可以在士林夜市找到 剛才看到台北有幾個地標 就是101大樓 你看看這個黃昏時候 這張照片在橡山上會拍到 你有想過去橡山嗎 有啊 可以走上去 很漂亮 這個地方 不過有點辛苦 可以的 因為早上和日落的環境都很漂亮 而且這個地方每年跨年台灣 到數會在101大樓放煙花 所以101也是台北的地標 相信很多香港人旅行時 101都說 喂 有沒有去過走過拍照 我當年也有 我自己也有 除了一些地標之外 台灣一定經常說 喂 你去台灣吃什麼 吃什麼當然是吃牛肉麵 牛肉麵 牛肉麵 這兩個真的 牛肉麵都想起我想 流口水 我知道香港也有很多牛肉麵 但台灣當然是最正宗 牛肉的味道熬得最棒 你看到我們鏡頭這碗牛肉麵 都想起 肥瘦均勻 你看到一些湯底 看見晶瑩瘦均勻 都想一會節目完結之後 我還未吃晚餐 都去吃完這個牛肉湯 除了牛肉湯之外 我想十居其咎 香港人必定每日 每日都可能拍一至兩杯 就是珍珠奶茶 香港其實現在越開越多 珍珠奶茶店 連鎖店 好像七仔 OK 如果你覺得香港珍珠奶茶店 去到台灣就發現 走幾步就有一間 去到台灣 除了牛肉麵 我想喝珍珠奶茶 香港人必然 另外去台灣後 當然要買半手禮 就是你的手信 十居其 你買了回來沒有 鳳梨酥 我也覺得說到 鳳梨酥像這個景點 特別喜歡香港人貼的 就是美熱生幽 沒錯 還有一間里兒 我自己的心水 每次回到台灣後 同事十居其咎 一定會要買 你有沒有買 不買就好像沒有去過台灣 另外一件事 必買的就是 鴨舌 我們下一張見到 好像有一間 十個香港人 九個都去過那間 就是露天鹿 那間永遠的門口都排隊 他們在工廠式去到後 知道你是香港來遊客 就幫你真空 然後幫你送上去 其實台灣去到後 都是那些景點 就是有點悶 Stella 十次有十次 可能都是這些 朋友每次跟我說去台灣 你又去嗎 那些人又去 又去那些景點 我說你不悶 我也很悶 我們這個節目 當然不會去那些很寒 我們可以告訴你 十次十次都好玩 十次都不同 其實台灣是否只是這幾個景點 只是那些特色 其實不是 因為我自己也自我講 我算是半個台灣人 因為我認識我的朋友 平均一年 我都去台灣五至六次 每次都去不同的地方 除了台北 有時候我會採訪 另外台南高雄肯丁 我去外島也有去過 所以很多人說 台灣現在成為我半個家鄉 因為我覺得 台灣可以玩的地方實在有很多 八漢不厭 所以我們發覺 我們是否要發掘一些新的地方 你們可以看下一張照片 看看這個地方這麼漂亮 你們知道這個海灘在哪裡嗎 這裡嗎 是不是東岸那邊 這不是的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會介紹 台南安平的官籍平台 這就是台南必定看日落的好地方 你看到沙子很漂亮 日落看到水連天 你發覺見不到那個海岸線 沒錯 跟香港很多垃圾 你連除鞋也不想除 但你看到那個海灘 我那天穿了拖鞋 我放下拖鞋 然後踩水 要用腳去感受 對 所以看到台灣的天空 它的山 它的水 成為我每次去台灣的私人秘點 其實我們這次不是去台北 台中 墾丁高雄 而是去一個近年 開始多了香港人認識的地方 就叫做台南 台南經常被很多人 都會有誤解 有點迷思 你覺得台南第一次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還沒去之前 其實我對台灣完全不熟悉的時候 說起台北當然很發達 台中當然可以 高雄也應該是挺發達的地方 然後可能你跟我說 台南加義漿化 我就會想 這是什麼地方 是不是耕田 是落後的 還有些朋友還問我 Joyce 你去台南 那裡幹什麼 只有耕田 跟牛和羊 還有台南 當然是說台語 你吊不吊 台語就是陳水扁 你當年最喜歡的台語 我說其實台南 是否只有這些 這麼舊的地方 會不會有些好玩 好吃的地方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2.6 我們就看到台南 其實台南發覺 除了好吃好玩 很多景點 我們稍後會說之外 其實我們看看 台南的地理位置 在哪裡 我們會不會有一張照片 看到台灣的地圖 我們是2.9 我們可以細心看到 整個台灣的全島 的地圖很清楚 台南位置 全台灣分為北部 就是台北 中部有台中市 東部就是台東 南部就是台南市 近來我們看到 會有高雄 另外是嘉義 這可能大家平時去台灣 比較熟的地方 對 反正台南會在南半部 貼著高雄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從高雄的地方 進去台南 是 可能大家平時 十居其九 都不知道台灣的地圖 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叫寶島 其實已經很清楚見到 有不同的省線 不同的緣分 不同的顏色 台南是靠 相信比較樂一點 高雄和嘉義的中間 對 這個地方相對來說 香港人可能比較陌生一點 但在一個地理位置上 其實我們平時可以去高雄 很多時候都會到台南玩 或是嘉義的時候 都會經過台南 所以這些地方不需要陌生 其實都可以很容易 亦不是想像中這麼偏僻的地方 我做了一些調查 台南的面積大約是2192平方公里 那是多大呢 人口大約188萬 比香港面積小一點 香港的面積是2755平方公里 你想想 台南而已 小一點而已 但是香港人口 知不知道現在多少 人口應該是700萬 是700萬 但是台南只是188萬 你想想 我們香港的面積和台南 原來差不多 但我們都住了700多萬人 我們逼了很多人 但台南只是住了大約不夠200萬人 我想而知 台南地方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 但相對來說 空間感會大很多 至少天氣 樓宇沒有那麼高 所以大家有一點印象地理環境 以及人口 相對來說 人口一定比台北少 但空氣環境比其他地方好 其實我講了這麼久 究竟如何用高雄去台南 我知道有不同的方法 不如你說一下 如果我們乘飛機去高雄的小港機場 如何由高雄去台南 Della 我們從香港到高雄的小港機場 大概是1小時比較鬆 1小時15分鐘左右 但也很快 其實很快 和你去台北和台中 沒有特別遠 我們去到高雄之後 要如何再去台南 其實可以乘台鐵和高鐵兩個選擇 兩個選擇有什麼分別呢 台鐵 台鐵就會 看到一個就是火車 沒錯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台鐵 高雄去台南 大概就是這個 大概30分鐘左右 要乘火車 是不是這句話 由台鐵乘火車去高雄去台南 大概30分鐘左右 票價為港幣25元 單程 對 其實在香港乘的士 可能已經沒有這個錢 而且在台灣乘火車也特別 每一個站都有特色 而且乘火車台鐵 我們經常叫便當 火車便當 很多時候我們坐在香港乘火車 我不知道以前我爸爸媽媽說 有人推著車子去賣東西 我出生的時候也沒有這件事 我也沒有 但我知道台灣現在乘台鐵 一邊坐的時候 有人問你 先生我們有一個便當 我們在香港叫飯盒 就會叫火車台鐵便有飯盒 可能有腦蛋 有些肉 或者有些肉燥飯 如果你想經歷一下 香港已經很少乘舊式的火車 在台灣乘台鐵便是非常方便 火車比較有趣 我第一次去 因為我們平時住在香港 乘火車地鐵不能吃東西 我有一次很餓 但我的車已經來了 我唯有衝上車 不夠時間買了麵包 又不敢在車內吃 因為香港的習慣就是 車不可以吃 一直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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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突然間我看到有人拿著 飯糰和珍珠奶茶 一邊吃一邊喝 台灣人會這麼不守規矩 然後慢慢開始看到 不是 隔壁兩個公公婆婆都在吃 我後來又跟着吃 吃完後上網找回資料 日本台灣的火車是可以吃吃東西的 這個跟香港有少少不同 但一件事是好 我想是公德國民教育 沒錯 大家都有自律 例如我們有便當或帶了飲料來 大家都會把所有細物放在塑膠袋 或者不弄髒的地方 最好是他們很貼身 他們會有車務員 到時都會問你收集垃圾 不是垃圾要扔 大家自然包好垃圾 就會交給房務員 所以令車子不會有臭味或骯髒 就算有人吃東西也覺得很乾淨 吃完後不會吃到到處都是餅碎 或者不會閃閃閃閃閃 吃一遍當大家都會摸身很安靜 所以搭這些公共交通工具 都會了解到當地人的謎話 我也蠻喜歡的 除了台鐵之外 另外一件事都可以搭的 就是搭高鐵 高鐵就漂亮了多少 看見漂亮多少時間就肯定快很多 大概是一半時間左右 大概是12至15分鐘 就會成功由高雄把雪一會送到台南 票價其實也不算貴 有看單程 例如早買35港幣 其實也是貴10港幣左右 對 但時間差不多縮了一半 由30分鐘到15分鐘之內 已經由高雄雪一會送到台南 這輛車比較舒服 因為是新的高鐵 你看見這輛車有點像日本的子彈 沒有車的感覺 我們可以說旅行應該盡量鎖 不要只坐的士 盡量鎖試當地文化 試乘搭台鐵或高鐵 其實也不難搭 你進去買票的指示都非常清晰 你進去真的不行 找職員幫忙 其實很簡單便可以買票 而且我們看到 其實台灣整個鐵路系統 是非常便利的 無論你是搭火車或高鐵 甚至乘搭飛機 其實台灣來說 除了懂得用國語之外 其實也不用害羞 有時香港人怕自己 有些面蒙 不擔心 其實台灣當地人知道我們是遊客 非常自熱情 自然會教他們 如果想去哪裡買票 自然給大家一點點膽 給自己的信心去問 其實台灣人真的很友善 他們反而怕你去不到那個地方 可能在熱情幫你買票 帶你去真的很熱情 我試過有一次自己背包我去張法 我就踏錯了方向 我的票務員捉住我 帶我去那間合謀 他很害怕我去這個地方 所以那次的經歷令我覺得 其實旅行是我們是一個 放膽一點 其實是錯的 其實是不擔心的 最重要是我們在過程中 領略當中有趣的地方 而且我也挺喜歡台灣人 相對來說也比較友善 而且也很老實的 特別是你去台南 這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他們那些人真的很順魄 不會覺得你是想騙他們 反而他們真的 你不懂路我帶你去 你不知道哪裡有好東西吃 我跟你一起去 我覺得在香港 已經很久沒有感受到的人情味 所以經常說 最美麗的風景是台灣 除了剛才這麼漂亮的景色 原來是人 我發覺當我們開放地的深仇 都可以接觸到很漂亮的台灣人 剛才說過可以搭台鐵 可以搭高鐵的方法 也可以由高雄去到台南之外 另外還有第三個方法 也是最快之最直接 也是我經常用的方法 就是搭飛機 直接香港飛過去 現在我知道 華航每天都要有一班飛機 早上應該是11時30分 在香港搭華航 可以直飛到台南機場 我們畫面看到 這是台南的航空站 這個機場很簡陋 我自己沒有去過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比較特別 如果你在台灣飛得多 每個人都會飛台北桃園 或小港機場 台中 台南機場很小 但特別之處 它是一個民航和軍用的機場 如果全台灣沒有記錯 除了台南之外 澎湖的機場 都是民用和軍用 當你台灣我們搭的華航飛機 到達機場時 你會發現有些戰鬥機停泊在一邊 很帥 對 戰鬥機在飛機旁邊 當然他們未被你起飛 他們停在不同的停泊店 台南的機場比較特別 因為它很小 你差不多過了海關 五分鐘就可以拿行李 就可以離開 很省時間 對香港人 很急著去玩 台南機場同一時間 如果你想轉機去澎湖 去外島 它也是有內陸線飛 這個很方便 所以你會看到台南這個小小機場 不要看它的樣子 雖然不太好 但我喜歡飛的時間 大家猜測 由香港飛台南直飛 11時20分到香港出發 基本上沒有延遲的班機 其實在1時之前 已經可以飛到台南 這跟飛公雄差不多 但你不用再轉車 對 節省了轉車時間 對 而且直飛到台南 如果沒有記錯 華航基本上來回 如果不是平時的旺季 千鬆點元 那不是很貴 對 加上稅千多元 有時淡貴 九百多元都可以來回到 那很便宜 對 總是看到戰機 對 這是去高雄看不到的景觀 對 我也以為 很多人都很擔心 custom行李 你知道去桃園機場 都排隊 因為那邊太多飛機了 我試過最快 在台南下飛機 過入門海關拿行李 前後不夠十分鐘 光束 這是我旅遊的提示 因為我經常去旅行 通常選一個最快捷 最低的地方 價錢相對來說 也不會比高雄或其他地方貴 最重要是點對點 方便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 三個方法 哪有三個方法 沒錯 火車 高鐵 飛機 你剛才是否考我 幸好我答到 即是有聽書 幸好我答到 所以看到台灣有去的地方 也不困難 其實我們也講一下 我們看到有地理環境 也教大家怎樣去 究竟台南這個地方有什麼玩 有什麼歷史 因為經常說台南是否很舊的地方 全部都是爛屋 破屋 還有一些耕田的地方 Joyce這麼喜歡台南 有什麼呢 其實我也知道 有些歷史背景 可否說一下 其實台南以前被稱為鳳凰市 它是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城市 它的古蹟有54個 一個小小的地方 其實已經有這麼多歷史古蹟 你想想 如果台南這麼小的地方 古蹟54個來說 密集也挺高 我們鏡頭就考考你了 原來這個地方的古蹟 就是全台南 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知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就叫赤坑樓 對 赤坑樓 赤坑樓 這個在台南中西區 這個地方知不知道是誰建築的 這個是… 不知道 這是考慶樓 好 告訴你 在1653年 荷蘭邦時曾經佔領台南 所以台南的時候 曾經被外國人佔領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荷蘭自台南時期 興建一個歐綠式建築 你看到它跟一般的塔不同 它多了一些歐洲建築元素 最佳東方的建築元素 所以它的設計比較特別 原來… 而且它的顏色也挺特別 不是普通建築的 還有磚屋那種顏色 它這個是紅紅色的顏色 對 磚紅色是比較特別的 對 當時這個赤坑樓 原來在荷蘭佔領台南時 它有個名字 叫做歐式的建築 叫做普羅文遮城 這個名字很歐式 我初時都很驚讀 我叫做普羅文遮城 當地當然不會叫得那麼複雜 有一個很簡單的名字 因為它是紅色 所以叫做紅毛樓 紅毛樓 也不知道媽媽曾經說過外國人 我也不是歧視 紅毛鬼 是的 我也有聽過 因為當年外國人去侵蟬台灣獸 他們都是紅蘇綠眼 他們當地人未見過外國人獸 一看到他們就不會形容 因為全世界都是黃皮膚 黑眼珠的人 突然看到這些外國人 就叫做紅毛鬼 所以這個看起來 就變成了順理成一隻紅毛樓 這個也是台灣 台南的一個非常有名的 旅遊景點 這個也是排頭幾位 必去景點的赤陷流 其實也看到 台南的歷史文化非常高 所以台南的地方 剛才看到的古蹟 是國家級地位的一級古蹟 這些古蹟在台南有七至八個 其實全國台灣都有 但是台南的地方是比較多的 而且他們的景點之間 都非常接近 集中在市眾心 所以你只可以步行 或者踩單車 隔幾個地方 都會看到一些歷史保育的東西 而且他們保育的古蹟方面 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機 所以全台灣 如果你喜歡看古蹟 例如我自己喜歡歷史人 我會覺得 如果台南喜歡走過歷史 絕對值得去參觀 因為我知道他們也很重視這類的古蹟 即不停派人去修復 想令他變成一個可以讓人參觀的樣子 因為有些實在是 年代太久遠了 或是某些天災人 你知道台灣比較多 打風和地震 打風和地震 沒錯 令很多不少的建築物 會有自然的損壞 政府會不停派人慢慢修復 保持它的原貌和安全性 所以我覺得台南一樣 令我很欣賞 或者有一種反思 看到在台南這麼多景點 能夠這麼多年後保育也好 不只是政府 而是市民 也很愛這些古蹟 因為這些古蹟也是我們以往的歷史 但相反來說 我們香港 很多文化保育 總之有少少價值 基本上都會被地產商 第一時間買了 然後就會起樓 沒錯 所以香港的古蹟 真的買少見少 變成發展和保育中間 其實有時候會很有矛盾 這個台南的地方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就是它發展的同時 也可以做到保育 它便利用建築物本身的特色 再慢慢發展 而不是考慮拆除它 搬去第二處 然後硬製造新的東西 告訴你 這是景點 這是非常值得香港學習的 保育的另一件事 其實也是可以和商業並行 因為當景點能夠保存得好 也會令很多遊客 它本身有一個特色 可以吸引人 所以不是每次都說 將它拆除後再建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在古蹟裡 再加一些完全沒有理會的東西 其實能夠保持魚貌 其實成為一個旅遊的景點 其實都能夠誘發附近的經濟環境 所以我也很感謝 現在很多台灣的雙圈 其實都是基於這件事 再慢慢發展 說回歷史 台南位於台灣西南平原的南邊 西邊就是近台灣海峽 在早期歷史中 台南裡都有很多原住民居住 所以直到明朝中間開始 內陸的漢人 開始移動到台南 很多人移民到台南 當然當時這個地方應該很吸引 才會吸引到這麼多人移民進來 因為那裡是一個漁港中心 另外很多外國雙船 都必定經過台南 以前的環境好 居住好賺錢 可以救他們生活 便會移民過去的地方 所以其實台南也是一個古蹟多之外 其實剛才也說過 曾經有外族人曾經統領過 包括荷蘭人 我們說好一點 在1624年 原本是佔領澎湖 這個外島的荷蘭人 被明朝軍人驅逐了 於是他們反過來 要選擇另一個地方 要去霸 被人打走了 就唯有轉一轉方向 去哪裡呢 就是台南 去台灣南部 首先休息回來後 我們會繼續說一些歷史 和分享一些我們 個人在台南玩的個人體驗 大家記得留意 不要走開 城寨給人的印象是 很多剝牙佬 而我們在城寨裡 都希望像一班剝牙佬一樣 轉幕外面經常說 歪理那些權貴的牙佬 大家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周博言 我們要先學會 詞曲 李宗盛 我會不會 走開 他都在深夜的歌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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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城寨对我来说是一个社群 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 里面有很多活动 包括媒体内容 讲座 课程 深度旅游 豐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 成为更好的公民 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